而澳洲出現了第六例感染變種病毒 Omicron的病例 官方在稍早也宣布了 要延後邊境重啟的政策 至少兩個禮拜 澳洲原定十二月一號重新開放邊境 不過受到變種病毒衝擊 澳洲政府是依照醫療專家的建議 暫緩邊境重啟的政策 而目前還在澳洲境內的一百四十萬名移工 接下來如果出境的話 就沒有辦法回到澳洲 另外還有十三萬名的國際學生 無法入境澳洲 而從疫情爆發以來 澳洲已經對多數的外籍旅客 關閉邊境超過二十個月